江西省的柏阳湖是中国最大的淡水湖 但是它的面积却日渐缩小 由于干旱而走向枯竭 渔船搁浅湖边 农田欠收 货船无法通过长江的一些爱口 切断了货物的供应链 金伯尔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世界资源研究所 担任项目协调员 他说长江流域的旱灾也影响到了发电 长江流域有许多水电资源 例如三峡大坝 根据一些统计 干旱已经导致这个地区的水力发电减少20% 依赖这些电力的工厂都受到威胁 有些甚至被配给用电 中国当局已经开始从三峡大坝里大量泄水 以提高下游的水位 但还是不足以解决问题 一个关注水资源问题的国际小组 蓝圈组织的资深编辑基斯·施奈德说 问题不可能马上得到结局 根据中国统计局的数据 中国的水资源自2000年以来逐步减少 事实上自2000年以来 他们每年失去了大约350亿立方米的水 中国的气象学家把干旱的原因归咎于气候变化 但是长江沿岸的大坝建设也是一个原因 施奈德说在三峡大坝的上游地带 有100多座大坝处于不同的施工阶段 为了限制水的使用 中国正积极加大替代能源的输出 并研究如何在大城市循环使用有限的水资源 中国国营媒体报道说 干旱对中国中部7个省份的 100多万公顷的农田造成影响 根据报道 地方官员为了人工降雨 向空中发射了4000多枚火箭 但是根据气象预报 在下个月之前几乎不会有降雨 美国之音电视报道